56岁李若彤为什么无人敢娶 1995年李若彤出演了自己的出名作《神雕侠侣》 在这部戏结束以后李若彤彻底大火 尤其是那回眸一笑让他成为了圈内的超一线女明星 本以为他能够在事业上继续发力 可却偏偏为爱情折了腰 1998年李若彤和富商郭英全相爱 两个人在一起以后 李若彤彻底放下了自己在娱乐圈中的事物 每一天都做好饭等待着这个男人回家 相处的几年以后李若彤认为对方是一个好的结婚对象 所以就听从了郭英全的安排不在圈内继续演戏 反而在2004年官宣了吸引的消息 在郭英全的公司遭遇了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李若彤还将自己在圈内所有的积蓄 全部拿出来帮助他度过了危机 更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 不管郭英全是富士平都会不离不弃 因为有了李若彤资金的支持 郭英全的公司没什么问题 可是这段十年的恋情最后还是以李若彤被抛弃作为的结尾 之后李若彤又重新付出了娱乐圈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李若彤曾经非常感慨地表示 他在演戏的时候 其实真的爱上了有古天乐饰演的杨过 当时他在演戏以后就只会回家 继续回想自己在剧中应该和杨过产生的那种感情 久而久之他对古天乐有了一定的滤镜 而古天乐对李若彤也很有好感 只可惜当时的李若彤沉浸在自己和富商之间的感情里面 并没有主动地去追求古天乐 古天乐也并没有选择说出自己的心意 两个人就这样错过了 现在的李若彤已经有了56岁的高龄 古天乐和他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网友都认为婚姻本来就是一种生活的选择方式 不一定非要踏入婚姻 毕竟当两个人不爱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分开 不要再给彼此造成太多的痛 也有网友认为没有遇见对的人 只是因为自己不敢放手追求 而且生活中的那么多人总会有一个值得你动心 只可惜李若彤和古天乐二人都选择了放弃 大家认为56岁的李若彤是真的被初恋伤到了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